嘿 大家好 今天就講一講 如何清理鏡頭 小弟有個方法 簡單的 我現在先做一次 把之前的膠紙撕開 這些膠紙是沒什麼用的 其實就 不撕的話 心理就好像 部機身正一點 而且他會怕有刮花 你看見了 大概飛了都 好幾個小時 基本上 他就全部 見到 一點點的地方 不要用一些 硬的東西 纖維都頂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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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用東西擦 擦有紗在裏 他有直在裏 那些紗很硬的 差不多鑽石那麼硬 對了 硬過他都夠膽死的 這樣就千萬不要了 最後就用風槍 輕輕 然後呢 吹一吹 先 形著他 吹一吹 好了 那基本上呢 鏡頭都做得很漂亮 好了 那我們 拿回一隻膠紙 對了 那隻比較漂亮 對了 然後拿一個出來 沒有電鎖紙 對 很簡單 就 輕輕貼著他 對了 不要太大力 就黏掉那些裏 我怕他 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對了 這樣呢 就 不要掛到鏡頭中間 對了 OK 這樣 對 這樣 好呢 對了 就敷了下去了 那我呢 就會拿起它 OK 看看黏不黏到它 先 哦 都還沒黏到那條邊 再來 那如果不行的呢 那條邊的呢 輕一點 用一點 少少 不要碰到鏡頭 對了 那我先吹一下 不要碰到鏡頭 對了 剛才碰一碰 看看有沒有事 看看有沒有事 鏡頭都很清晰的 那我再來一次 對了 用膠紙 印下去 對了 拿著棉花牌 拿著它 拿著它 不怕刮花 OK 貼緊它 對了 它貼緊一點點 那 就一塊 對了 保護膜 OK 那它裏面有塵 有成的 基本上呢 都 黏走的了 OK 那就不可以翻用 膠紙 千萬不要翻用 不要慳 拿出來 不要有手指的毛 這邊 就不要放進去 對了 再貼過去 對了 等一下 貼在鏡頭外面 就可以了 好了 貼在外面 好了 那當然不要它 做保護啦 你用都可以撕它出來 對了 整個鏡頭黏住它 連旁邊都黏住 這樣 連旁邊都黏住 對了 這樣 可以嗎 好像還沒黏到旁邊 就可以了 我要放闊 一點 OK 放在旁邊 對了 OK 有些氣在裡面焗 OK 那就 還有一點 我們可以切一下 手指毛就不用了 繼續 不用擦 我試過擦花過 手機鏡頭 換一換幾百元 所以就千萬不要了 對了 那你這些地方有的 就盡量貼一貼 對了 當然不要買一些 漂亮的膠紙 你不要買那些 脫膠那些 大哥脫那些 脫完蛋了 OK 有了 把它切乾淨 嗯 看看 反光看看 對啦 對啦 已經翻4K才開始 好了 嗯 嗯 放大鏡下去 看看先 不知道 好像翻了個 Andomorphic OK OK Thank you